這一間真的是隱藏中的大魔王 會讓你對鹹酥雞完全改觀 這一間的醬調得剛剛好 這間大家來啦 好不好 所以這一間我覺得它是 什麼都好吃 什麼都好吃 尤其是它的醬 然後今天非常謝謝阿彎 完全不照腳本 完全沒有 原本說四大天王偷出來這一間 是不是全台灣人都知道 四大天王是要打五個 是嗎 因為你不知道而已 難怪那個時候 人家他叫我去生產發財 人生有一個清單 我覺得我這輩子一定要達成 被你們秤這麼久了 是該時候要秤回來了 是不是不能說是秤 算是求助 我不能用這一句 這句話 就是配不上高貴的人 好那你給我一個 適合我的形容詞 適合你的應該說 求 你媽的 以為我中文不好認識 你號稱最了解我的 對 對 我人生裡面最愛最愛的食物 我一直覺得師傅就是喜歡吃小吃 所以我覺得中式料理你都蠻喜歡的 對 我覺得控肉飯應該佔一個 有鹹酥雞你應該也蠻喜歡的 啊呀 因為我覺得鹹酥雞蠻代表台灣小吃這個東西 它算是一個領頭養的部分 你這個觀念跟我是完完全全的 巴巴巴 人生的夢想就是我要吃遍全台灣 最代表性的鹹酥雞 你能不能 帶我來吃屏東潮州最具代表性的鹹酥雞 OK 這對耶師傅 畢竟我可是曾經高達171公斤的男人 我鹹酥雞一定沒有少吃 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就是 我覺得潮州最具代表性的鹹酥雞 我覺得有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好鹹酥雞是一定要有嘛 對 那我覺得我們兩個 還要再各挑一個 它的那種配料 然後四大天王都點一樣 才可以吃出那種差別 來 你先選 我選的一定是鹹酥雞嘛 鹹酥雞 因為我覺得它醃料 然後怎麼樣去炸 還有它的皮啊 我第二個會選的就是雞屁股 雞屁股 所以我就是鹹酥雞跟雞屁股 那你 歐連皮 歐連皮是南部比較多 北部真的偏少 我們南部歐連皮 種類是豐富啊 真的假的 有單一片大片的 有三小片的 有手工的有機器 有厚的有薄的 廢系切跟後切 四鹹酥雞 也是幾乎都必點的東西 就是我雞皮 雞皮炸得好 整間店就沒煩惱 對 你如果今天看到人家鹹酥雞店 剛開 下去 那個油還不夠香 對 要那個雞油插進去 對不對 對 我們還有一個 來來 嗯 雞排 你在鹹酥雞店買雞排 因為我跟你說 吃起來不一樣 不一樣 好啦 那我們現在 是不是馬上出發 四大天王裡面 其實有兩個 一個叫做日王 一個叫夜王 因為一個只賣早上 一個只賣晚上 鹹酥雞賣早上 也不是賣早上 它就是三點開始賣 它大概五點半左右會賣完 五點了餒 五 對 所以我們就是 剛剛一直聊嘛 走了 快喔 OK 各位觀眾 看到沒有 我們來到了我們的四大天王的第一間 對啊 我聞到這個味道整個就高級了 千大鹹酥草 光看這個招牌啊 我直接覺得一定超好吃的 小時候是我媽媽常帶我來吃的 我問一個好了 它吸引你的點是什麼 鹹酥雞這個東西 它流派很多 對 有分新派跟舊派 它呢就是 我心目中就是舊派的代表人物 傳統的那一種 懷念的味道 一直聞一直著 對 但我剛剛有一個 忍不住的 忍不住 就是它的地瓜 地瓜 你看然後忍不住你就買了 你打破規則 好啦 那我們就等啦 喔 來來來來 各位觀眾看到沒有 我們終於上來了好不好 而且我們點了雞皮 老闆說不一定有 他說至少有一塊 因為賣完了 只剩這一塊 我們剛剛看了 它是生的雞皮具 對 因為有些是雞皮先炸過 對對對 惡炸 它是生鮮雞皮 你試的就是它的什麼 這個酥度跟油脂 對 還有那個胡椒鹽 它有達到你的要求 有的啊 酥 裡面有雞汁 裡面有 有對不對 對 雞很頂耶 沒有 難怪賣那麼好嘛 那個肉給你 雞胸肉 完美的味道師傅 我覺得它厲害的地方是哪裡 你知道嗎 那回炸之後 有時候它放太久了 其實會乾 對會乾 這個好處是什麼 它的那個代幻率很高 所以它裡面的雞肉的汁 還有 哇 超多 超多 它地瓜皮啊 跟我們用的一般的地瓜皮 也不一樣 它用的是絲粉 所以是脆粉 然後包覆這個地瓜 所以它的地瓜 跟一般神出雞的地瓜 又不太一樣 裡面是不是還很濕潤 炸地瓜最怕什麼 乾 乾 我先吃雞屁股 我跟你說真的 因為地瓜最怕的就是啊 你炸的不夠 所以它沒辦法一咬下去啊 它的甜度沒辦法釋放 綿度也不夠 它呢 處理剛剛好 哇 師傅 它雞屁股超讚 我以為它很薄會很乾 你吃下去裡面超級多汁 而且線體處理得非常乾淨 我聽到很難 它不是那種乾扁的 它的這個 Olympi 它的魚香味很夠餒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們是不是知道 就是要前往第二間了 對 沒錯 那一馬出發好不好 走走走 Let's go Yeah OK 各位觀眾 等一下 等一下 幹嘛 為什麼是你開場 習慣了 你快習慣了 好 換你 換你 OK 各位觀眾 好 等一下 第二間 第二間是我們的 學生時期已經很愛吃的一間 在我們南台灣 有點連鎖 有些鄉鎮就會看到 但是不多 它的名字叫做 巧味鹹酥雞 這一間很特別的是 它有兩種粉給你選 什麼意思 兩種粉 它有他們的招牌 跟傳統鹹香 招牌跟傳統鹹香差在哪 招牌的會甜 我們等一下可不可以 鹹酥雞點兩份 一個招牌 一個鹹香的 好啊 黑輪片 黑輪片 就是我跟你講的 我們這裡吃單片大的好不好 然後切小一點 讓它炸的脆一點 對 切小一點 好不好 好 好啦 那我們點起來吧 那我們立馬點起來 來 我買了第二間了 你來這一間你完全沒在管規則 這是個 我們怎麼吃 我剛剛吃完第一間 我發現我們有一個錯誤 雞屁股 吃點銀串不夠 然後來到這一間 我發現它有很多東西 台北沒有 還沒有 例如什麼 白玉菇 白雪菇 白雪菇 秀真菇 這些台北沒有啊 我以為你們台北有欸 還有雪魚版沒有 雪魚版台北沒有嗎 沒有 另外一個我是說 這邊如果有雞排 我就一定要點 我們先吃這個招牌粉 它有那個甜味 感受一下 這超讚 這次算是我大學吃到的 比較新式的 它跟剛剛一間不一樣的是 剛剛那一間的外皮非常酥脆 然後這一間的肉呢 相對是比較嫩的 喔 很好吃欸 你吃這個菇 它菇外面那個皮怎麼那麼酥脆啊 對 而且 那間菇你哪一隻啊 它裡面會爆汁 阿黑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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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菇會很濃郁欸 沒有乾對不對 我聽不乾 對 這雞屁股比較厚一點 所以吃起來等一下 裡面的汁炸都一咬下去 那個雞屁股那個油炸出來 哇 好吃欸 但是它之前除了這些之外 我剛剛有說過了 還有兩種粉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粉 招牌 這邊這個 傳統 加了很多喔 這個如果你喜歡比較傳統口味的 你就跟它買那個傳統選手機 它太多東西台北沒有了啦 太多了 你猜這是什麼 我以為是豆皮 這是牛棒 哇 脆的耶 很脆耶 這個很刷除喔 你看 它很脆 然後香氣也夠 然後它椒鹽灑得剛剛好 這邊就有雞排啦 有 這一口下去就知道它雞排是墊底很墊大 然後它裡面有汁 有 目前為兩間呢 我都給非常高的評價 難怪稱為四大天王 你不要想說我們今天吃鹹酥劑一樣 沒有 它的味道 炸的方式 還有調味的方式 甚至外面裹的粉啊 還有配料啊 那些東西完全都不一樣 我非常期待下一間 那不然事不宜遲我們去下一間吧 有 走 OK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來到第三間 每一間其實都讓我 學到改進的味道 喔 對 不要再點那麼多了 對 這一間我打算 分手我們一開始 定的規則 遊戲規則 第三間就是我們潮州特有的 桂林鹹酥劑 我們現在點起來 好點 神是樣喔 好 好 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介紹的不是鹹酥劑 我們今天介紹的是一個精品 這個太精品了吧 你看 這個袋子 桂林 嗯 然後旁邊還有這個 這個QR Code 喔喔喔喔 拿出來就不一樣了 整個肉凍 哎呀 哎呀 這個雞餅 受不了 師傅 酥脆 那個卡滋卡滋聲 有沒有聽到 這一塊這個鹹酥雞的肉 不一樣 不一樣 它偏像什麼你知道嗎 偏像雞米花 對 它外面酥脆 你咬到那個粉的一粒一粒的 大家醃料味道不一樣 我想它已經炸好胖旁邊了 嗯 我怕它會很乾 顺材 欸 它不柴耶 它很軟耶 欸 很好吃耶 真的 你要不要吃這個天鋒果 它是那種厚的那種天鋒果 跟台北那種一般的甜不辣 又不太一樣 像餅乾 你看它的聲音 哇 喔 怎麼那麼脆 魚腔的味道 很濃郁 哎呀 很香啊 它的香氣有點像什麼 水魚相吃 欸 對 然後這是你心心念念的糯米腸 這糯米腸很猛喔 喔 欸 旺喔 我跟妳打賭 老闆因為去台東市場間要批發 它裡面還有叫花生 哎唷 花生一定要的 它那個外面酥脆 裡面的糯米啊相當濕潤 相當濕潤 還不會黏牙 完全不會 來 拌一菜 吃下他們的菜菜 老闆炸功非常好 它就這樣過一下而已 可是它的爽脆度跟水分 還會保留的 要非常推薦 新鮮的雞皮去炸 對 它的油香味真的不太一樣 馬上再進去 第四間吃起來 Yo 走 下來囉 最後一間 位於中正市場的 真有味鹹豬雞 對 欸 看起來就真的很好吃 而且感覺非常傳統 他們那個盤子啊 對 還是用那種塑膠的 黃色跟黃色的那種塑膠盤裝 欸 我覺得你很會介紹 很會介紹 每一間都不一樣 傳統的 兩間新 兩間新式的 對 我們馬上帶你點起來好不好 好 走 走 走 這個肉又不一樣了 這個又不一樣了 傳統味道 傳統味道 有用酒去醃製 我可以看到又不一樣了 好吃 我剛吃的 哇 吃不 好香喔 香甜 它的額外的味道 好濃郁喔 真的 吃過 我要吃雞屁股 這個雞屁股就很傳統 很難懂 就是 新方的 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真的保留了傳統的味道 對 這一次來之後啊 我才知道說 我真正愛的鹹酥雞店啊 我在逃走找到 唉唷 他們有太多元素 是非常符合的 那我覺得這世界裡面 都有它的優點 像第一間我非常喜歡的 它的鹹酥雞 還有它的雞皮 雖然我們真的只吃到一塊 它外面酥脆 但是它還保留了它的雞汁 雞油 跟它的Q度同感 第二間啊 它最讓我驚豔的 其實就是它所有的菇的種類 選擇非常多 而且它的菇的香氣足夠 然後再來它的雞排是現炸的 對 而且它兩種粉 第三間 桂林 桂林那個精品感啊 帶雞拿出來 對 尊絕不凡 你如果今天去把它當作半熟 你確認在家裡 完全不失禮 它的糯米糖都淋起來 喔 對 糯米糖藥 你看它糯米糖很美味耶 這一間 保留所有傳統的民宿 那個我跟它說 哇 沒用 其實這個醃料也跟麵不一樣 它的醃料酒味非常的香 有玩過時間寶貝就知道 四大天王 是五個人 你沒有讓我結尾 所以你還要再帶我去另外一間 加碼 我要帶你去一間 隱藏頭目 它這間 就不在草州了喔 我也不告訴各位在哪裡 找出來的在下面留言 我們影片完全不講它在哪裡 我剛剛結尾一個鳥 我們不能拘泥拍影片的形式 我們頻道就是沒有Ending 好 那走了 任何呦 來 各位觀眾 終於帶師傅來最後一間了 我光走的路上看 沒有人找得到 沒有人找得到 你找得到就找得到 你找不到就找不到 你在說廢話 這間真的很特別 我不知道要跟你講為什麼 好 好不好 放鬆一點 走 買好了師傅 哇 這個大魔王特別 大魔王 因為我一個朋友 他就坐在這附近介紹的 這間他介紹給我的時候 我嚇到 因為我覺得他跳出了那個 鹹酥雞店的框框 這間最厲害是什麼 它會塗醬 哇 欸 它感覺很像結合 高烤的感覺 對 你看喔 這樣子 然後配上這個生的洋蔥 對 清爽度又高 來 一咬之後 它的肉汁從旁邊秤出來 頂口的醬 南部的口味 這就很好吃 對啊 這個醬加下去啊 你不要怕它那個 說這個感覺不見 完全不會 炸完之後 它外面有那個粉嘛 巴住的感覺 比那個烤肉 還來比 這更合適 它的雞屁股啊 那個醬 相當多汁 肥而不膩 而且它的魷魚也跟人家不太一樣 對對 它魷魚也好吃 它是真的魷魚 有些是用軟絲 它雞皮也很好吃 這一間真的是 隱藏中的大魔王 會讓你對鹹酥雞 完全改觀 這一間的醬調得剛剛好 哎呀 這間大家來了 好不好 所以這一間我覺得它是 什麼都好吃 什麼都好吃 尤其是它的醬 然後今天非常謝謝阿彎 完全不照腳本 完全沒有 原本說四大天王 偷出來這一間 師傅全台灣人都知道四大天王 就是要打五個 是嗎 因為你不知道而已 難怪那個時候 人家要叫我去生產發展 移民 黃昏 哇 師傅 夕陽無限美 四四禁黃昏